你 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好多血 完了 完了 这些草药是给翠鸟 还有小黑蛇用的 也不知道人能不能用 你不要动 不要动 你刚刚流了好多血 你没事吧 姑娘不必担心 只是小伤而已 你还小伤 你 你一直都在流血 你 你在这儿待一下 我要马上就弄好了 你等我一下 我 我还没帮你 清理伤口呢 等我一下 你 你方便自己脱衣服吗 不为劳烦姑娘 好了 好了 我帮你吧 我帮你擦一下 我帮你擦一下 有点疼你忍着点 好 疼吗 我去帮你换一盆水吧 莫非我做得太过分了 她怎么哭成这样 我去给你请个大夫好吗 我还是帮你去找个大夫吧 这些药只能用来医小动物 我看你这伤口这么深 我怕 你的伤好了 伤情全好了 怎么可能呢 可是刚刚 素闻东荒俊极山 有起草 是疗伤生疗 莫非姑娘给我用的 就是这起草 我草药是随便采来的 我也不知道 它是不是起草 那 你可还有内伤 姑娘说得对 内伤很重 为何会伤得如此重 是有仇家寻仇吗 是有仇家寻仇 鹿鱼妖怪 就颤抖了一份 妖怪 这里有妖怪吗 姑娘不知 这山上有很多妖怪 我在此住了数月 从未见过什么妖怪 那妖 你 你这么难受 还是别说话了 先躺下吧 也好 多谢姑娘 我去帮你弄点吃的 好 我在山下用一筐琵琶 只换了很少的米 也没什么菜 来 辛苦姑娘了 来 好 看你这样子 还是我喂你吃的 不敢劳方姑娘 没事 反正我平时 也经常照看一些 受伤的飞禽走兽 不麻烦的 姑娘果然心神 好 这山上只有我一个人 在居住 镇子又远 与其说是收留他们 不如说是让他们陪我 否则只有我一个人 实在是太孤单了 我看你伤得这么重 不如你先留在这儿 休养吧 反正我换的米 应该够你吃上几日 多谢姑娘 你的呢 我 我今天煮的粥 好像不够多 你要是没吃饱的话 我再去帮你 找些果子来吧 姑娘 姑娘是在下的救命恩人 客服告诉我你的名字 我 没有名字 我没有名字 没有名字 我既无名字 也无家人 就自己一个人住在这山上 也没有朋友 既然如此 我送你一个可好 你送我 姑娘穿得如此素衙 素素两字 与你很配 素素 素素 好 那我就叫素素 谢谢你送我名字 我去帮你找果子吃 姑娘 不想知道我的名字吗 我倒是忘记问了 你叫什么名字 叶华 叶华是哪两个字 你能写给我看吗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词曲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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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